然後我們是一曲 所以可能會跟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那個 探明城市地圖資料記 那可能大家都容許我花一點點時間 先來講說 好就是來講探明城市這個東西 那我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是不是誰 那簡單講我們今天其實有 就是我們叫公共廁所 然後我們說是一間書店 然後我們也做出版 然後我們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方法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要介紹就是這本書 叫做探明城市 對 然後其實一開始它的書名不是這個 一開始我們要取個書名叫做 報名的台北三自由 就是我們要把它做成一本 偽裝的旅遊書 那事實上裡面就是有52個景點 然後這52個景點都是在台北 然後有不同於我們對主流社會想像的一些景點 好比說第14、15號公園 然後或者是近年來的華光社區 造型社區等等 那簡單來講它其實就是一本 欸 好 不好意思 非常抱歉 對 這就是我們報名城市的 不好意思 探明城市這本書 那這本書 有得到就是今年 入圍那個國際宿展大廠 然後同時它也被場稱 送給課題 我們相信這當中應該有一定的意義 那簡單來講呢 就是 這是一本文化恐怖分子的隨身手冊 對 那這就是我們出版的原有 但是 原本 其實 它並不只是一個 出版的計畫 它原本是一個更大的計畫 也就是說 它最原先本來 我們是從數位上去思考 但是因為 也許加上我們自己的想像力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以我們比較拿手的方式 也就是編輯跟出版 來完成這一本書 所以其實最一開始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文化恐怖分子的線上字檔 而不只是一個文化恐怖分子的隨身手冊 那 所以我們的主要想法就是說 我們除了假日生活在台北 除了可以去這些地方打卡之外呢 也可以來一趟不確不信的小旅行 看見另外一個台北這樣子 那目前 為什麼我們會很想要把這些本書介紹出來 然後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它的資料是非常適合於應用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編輯的過程當中 已經把很多的那個欄位都已經把它整理好 那包括比方說地圖地址交通告示參觀資訊圖片 然後以及它的一些延伸閱讀 那我們取得作者以及編輯整體的同意 那我們希望把這些資料都開放出來 除了書的正題的內文之外 其他部分就是都想說把它開放出來 來應用 所以我們需要徵求的其實就是 不好意思 前端的工程 然後可能是加上一些網頁設計 然後我們希望是說這個之後還可以有一些 徵就已經脫離我們本身出版 而是作為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可以讓使用者來增補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是一個可能的部分 就是說音質與翻譯 那因為我們目前其實 韓文版跟韓國版已經確定開工 然後是文版的翻譯也在洽談 那我們覺得這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 給外國人來台灣 感謝另外一個台灣的韓文外交 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簡單的訓練 那我們目前所有開放的資料都在共地裡面 好 有資料的書 那你家人來利用 好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早上的這個 好 有資料的